大家好 這塊不是豬肉 這塊是豬肉 其實是豬扒 要自己切一塊塊 最基本的醃料 最基本是薑 一定是薑 原來是酒 我用紹興酒 花屌 這個紹興應該是浙江省 廣東省九大 九加二 這個紹興是廣東 這個紹興是浙江 花雕酒 豬扒切開 稍後來醃 醃豬扒的材料 薑 醬油 豆粉 加些蠔油 另外就是生油 現在拌勻 混醬 先把它混好 混好才來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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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豬扒 醃豬扒 一塊一塊 底面是吧 可以了 第二塊 這塊黏得很緊 對 底面 底面 搭上去 不要再醃豬 一塊一塊 一塊 搭著 這些是有滲透的 所以有時候 就這樣 就不用拌勻 就這樣 拌在肉 然後拌來拌去 這樣 這樣會互相滲透 這樣 我感覺上 這樣會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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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每一塊有醃 好嗎 現在就可以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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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這個 其實這個醃 起碼 一般醃 我覺得起碼 要一個小時 或以上 好嗎 多一點 沒問題 越多越好 好嗎 好 好了 煎豬扒 這個就簡單一點 油 這樣就不用了 加點油 這樣就 這樣就不用了 加點油 這樣就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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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用紋火 這個豬扒 就不用太大 但是燒紅了 有多吸材 煎豧 好 先煎一邊 先煎一下,不要移動 煎到香香的,再翻 好了,這樣就可以看看 OK了嗎? 拍一邊,一點焦,可以翻 可以翻 煎一邊 記得聞火 那當然 你覺得不夠燒,可以再翻 再煎香一點也OK,沒問題 因為豬肉你盡量熟 盡量熟透 就不同牛扒 牛扒就生到血淋淋都OK 豬扒一定要熟透 OK 好,繼續拍完 好了,差不多了,你看 那這邊,看啡啡的 這樣 好香 聞到香味 是吧 這樣就可以了 那邊這樣煎香 那就差不多了 OK 起鍋 記得,要熟一下 慢火 就中火以下 中火以下,同意聞火 起鍋 鍋當然要燒到紅 加油 加油 油 燒煮了之後,就放水 然後呢,就把火調到中火以下 OK 就慢慢煎 好像煎魚 差不多 好了,這個舒法 那,臨上碟之前呢 就開到最大火 最大火 那,就 最後一劑 哈哈 這樣就煎到香 那就OK了 這片煎起,很漂亮 那邊煎起,就可以起鍋了